这农村啊就是好,有块地儿就是宝,你看看,随便种,种啥都行,刚一开始的时候呀,我爸妈在黄岛说什么不在那待了,非得要回来,那个时候我还不理解,不想让他们回来, 这现在来看呢,他们在家真的挺好的,回到了最初他们想要的生活,你看,种点菜,想吃什么都有,也不用种太多,老人呢开开心心的,这个认识吗,估计肯定有的人不认识,这个是芋头,这个认识不,这个是南瓜,你看,平时咱们在外边买还挺贵,你看看家里种了多少,看,卡那又开花了, 还好几个品种的南瓜,这个是这种的,这个依然认识吗,不要以为这个还是南瓜啊,这个是冬瓜,看,看见了吧,这个是个冬瓜,你看,哦,长得好大,你说这些农作物也挺神奇的啊,冬瓜,南瓜,西瓜,甜瓜, 吊瓜,烧瓜,还有什么瓜,反正都能吃,哦,对,还有个傻瓜,就我这样的啊,这是我妈在家种的爆米, 这是秋爆米,现在还不能吃,过段时间就能吃了,呀,这几个豆熟了, 这是我妈种的花生,现在要收花生了,这个长得像个小葫芦,我们家这边的花生吧,就是有一样好, 你看这种小牛牛,不大点不大点的,但是你咬开,你看里面的米儿,它都有米儿,嗯,掉了,再捡起来,可甜可甜的了, 我特别喜欢吃生花生,你们吃过吗,尤其是种蹲在地头上吃,这生花生, 入到口里边,再一开始是脆,再一嚼是甜,再嚼是香,特别的好吃, 这人呀,别管到多大岁数,有爹有娘在,家就永远在, 如果有一天父母都不在了,自己就成了孤儿了,真的那个时候才叫无家可贵了, 看看吧,还是有点地好吧,看看,这才多么大一点地方, 你看我爸我妈种了多少东西,花生,栗子树,绿豆,黄豆,大葱, 茄子,辣椒,玉米,南瓜,冬瓜,还有那个豆角,吃不了的吃, 然后这边更启人,你看还有这玩意儿,这个你们认识吧, 等到秋天的时候,我就回来打栗子,这几个栗子也够吃的, 有好几棵呢,看这地里边还有这个种的茅桃,桃树, 然后我爸说,他明年把它捡一捡,夹接一下, 就能接出来很好的桃,这种茅桃是他自己长在地里的, 他就长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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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先尝一下, 嗯,挺甜的, 我爸说明年把这几个桃给夹接一下, 明年我就有自己家的水果吃了, 嗯,真的很甜的, 嗯,好吃, 如果你也是在外面漂泊的人, 也很久没有回你的家乡了, 但是呢,你又回不去, 可以私信我,或者是给我留言, 把你的家乡地址告诉我, 我可以代替你回你的家乡里, 看一看,顺便给你拍上一段小视频, 让你感受像回家了一样, 其实人啊,这一生也很短, 这些年我在外面一直在漂泊, 在外面走, 也看了很多, 嗯,各式各样的事情, 余生就是,嗯, 珍惜眼前人,珍惜现在的事情, 人活着一辈子呀, 甭管你是怎么争怎么抢, 其实到最后, 真的,穿,光定来的, 穿一身衣服走, 到老了,剩下的也就只有回忆, 说来说去啊, 还是要好好挨自己, 珍惜每一天, 我是山东妞, 加油吧, 记得点赞, 关注评论转发哦, 我们下期待会,